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殿世 和你在一起 Hello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胡愿四起 王老板常年经营铜油生意 他每年都会在乡下老家收购铜油 并储存起来等价格上涨 再卖出去 你的一共六十斤 来下一位 快点把铜油搬过来 哇 怎么这么多人呢 对呀 去年王老板收购的铜油的需求量不多 所以大家今年就早早就赶过来了 生怕自家的油卖不出去 看现在的情况 我的油今天是卖不掉了 也不知道这次王老板会收多少油 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啊 今年我需要收购很多铜油的 你买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哎 你听到没 王老板今年会收购很多铜油的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也放心了 看来王老板的生意现在是越做越大了 由于今年正逢铜油叠价 于是王老板便将全部资金用来收购铜油囤积起来 然后等待价格上涨后再大赚一笔 哎呀 今天忙了一天 真是累死我了 老公 你今年怎么要收购这么多铜油啊 家里的资金现在可都换成了铜油 老婆 今年的铜油价格非常低 我们只需要大量收购 然后囤积起来 等到价格回升后再卖出去 低价买高价卖 这样一来我们可就能狠狠地大赚一笔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老公 今天我也累坏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忙的 好的 我们睡觉吧 接下来的几天 王老板继续大量收购着铜油 然后将收来的铜油囤积在屋子里 太好了 收购了这么多 只要铜油一涨价 我们可就赚翻了 希望铜油的价格快点涨起来 我们家里所有的钱可都投在这上面了 老婆 你放心好了 铜油的价格一定会很快涨起来的 由于王老板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了铜油 因此他对存放铜油的屋子格外留心 经常在夜间出去查看是否有什么异常情况 老公 早点休息吧 这几天真把我俩累坏了 你先睡吧 我出去看看 我们家囤积了那么多铜油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可不得了啊 嗯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嗯 也好 然而 就在王老板和太太 在囤积铜油的库房查看时 却发现了三只小狐狸 老公 你看 这有三只狐狸 该死 狐狸 怎么会跑进我们家里 看我打死他们 老公 把他们赶走就行了 何必打死呢 赶走他们 还会回来的 只有杀死他们 才是一劳永逸 老公 这只小狐狸腿上有伤 他们一定是遭到了什么动物的袭击 没有办法才躲进我们家的 我不管什么原因 跑进我们家里 就要杀死的 哼 我们屋子里 存了那么多铜油 万一让这些狐狸 给咬破了桶子 要如何是好呢 打死你 打死你 哼 该死 竟然跑了一只 然而 王老板打死了两只狐狸后的几天晚上 他和太太两人 都会听到屋外 传来阵阵狐狸的悲降声 搞得他俩 心神不宁 老公 你听 那只狐狸又跑来了 该死的狐狐狸 天天晚上跑来乱叫 搞得 搞得我们连觉都睡不好 我要出去打死他 可是 当王老板跑出屋子后 那只狐狸便会跑远 等王老板一回到屋子里 他就会再次跑来发出悲叫 该死 又跑了 有本事你就别跑 几天后 王太太突然发起了高烧 并不停的胡言乱语 村里人都说 这是因为狐仙在作祟 是你杀了我的亲人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张阿姨 您说我老婆这是怎么了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今天一大早就发起了高烧 还说些乱七八糟的话 我给他吃了退烧药 也不见好转 吃退烧药是没有用的 王老板 你前几天 实在不该杀死那两只狐狸啊 这跟我杀死那两只狐狸 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啦 要知道 狐狸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过去 我们都称他们叫狐仙 你老婆之所以会突然发烧 一定是那只跑掉的狐狸 在作祟 是啊是啊 小时候 我也常听奶奶说 狐仙作祟的故事 我看你太太之所以会这样 一定是狐狸在捣鬼 王老板 我看你 还是赶紧摆些贡果 向狐仙赔罪吧 是啊 王老板 你还是听张婆婆的 向狐仙赔罪吧 赔罪 休想 我可不相信什么狐仙 他们不过是普通的狐狸罢了 就算是普通的狐狸 你杀了他们 也是在造杀业啊 要知道杀生的罪业很重的 会遭到果报的 哼 我才不信这一套呢 什么狐仙 果报 我统统不信 我今天非抓住那只逃跑的小狐狸不可 我看他有什么能耐 王老板 你可不能胡来啊 你杀死了两只狐狸 已经是极大的罪过了 你怎么还能继续造孽啊 这样一来 你遭到的报应会更大的 我可不信什么报应 我今天 我今天非抓住那只该死的狐狸不可 王老板不听众人的劝告 于是便在自家屋子周围 放了许多捕兽夹 只要那只狐狸出现在屋子周围 就一定会被捕兽夹夹住 嘿嘿嘿嘿 该死的狐狸 今晚只要你敢来 我就能要了你的命 当天晚上 那只狐狸又一次来到了王老板屋外 结果一下子被捕兽夹夹住了腿 嘿嘿嘿嘿 抓到了 抓到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哼 这些天你害哭我们了 直接将你打死太便宜你了 我要活活地将你收死 于是 王老板将这只狐狸绑了起来 然后在它身上淋上汽油 点燃了 顿时 狐狸身上便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中的狐狸猛烈挣扎 这时候火焰烧断了捆绑狐狐狸的绳子 如火球般的狐狸凶猛地冲进了王先生囤积同油的屋里 哎呀 不好了 由于屋子里囤放的全是同油 火势越烧越旺 每过多久 王老板的屋子 连同所有的铜油都烧成了灰烬 我的油 我的油啊 这场大火让王老板倾家荡产 资本全无 杀生的果报 最终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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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没了 真是报应啊 猎鸟取乐 终被鸟拙 在一个山明水秀的村庄里 有个名将阿翔的年轻人 他家境优渥 衣食无鱼 平日里总是游手好险 而且喜欢用弹弓去打树上的小鸟 阿翔 你要去哪里啊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要去山上打几只鸟来吃 怎么 你又要去打鸟 阿翔 你家里那么有钱 要吃什么有什么 干嘛还要去打鸟啊 你们不知道 烤小鸟的味道 真的非常香 吃起来令人回味无穷呢 而且 我看到鸟被打中 掉下来的那一刹那 就会感到非常的兴奋 阿翔 你杀了那么多鸟 难道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是啊 老人家常说 四亿杀生可是会遭受果报的 阿翔 难道你一点都不怕 我是不相信什么因果啦 报应的啦 鸟的命天生就是如此 它被我们打中 自然就得被吃嘛 人可以吃鸟 鸟又不能吃人 这是自然法则呀 哎 阿翔再这样下去 会遭报应的 可是 它已经杀死那么多小鸟了 也没怎么样啊 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吗 一定有的 阿翔之所以没有发生任何事 可能是因为它的福报还没用完 所以夜报尚未到来 嗯 对于朋友的劝告 阿翔充耳不闻 它在山上打了小鸟后 便会当场生火 将鸟烤来吃 这么多鸟 看来今天又能大吃一顿了 打中了 这只小鸟蛮肥的嘛 好香啊 就在阿翔烤小鸟时 一位上山砍柴的老人家 走了过来 他看到这一幕后 急忙劝阿翔不要杀生 年轻人 你这是在干什么 烤小鸟吃啊 难道以前树林里 那些被打落的鸟 都是你干的吗 可能是吧 村子里就属我最喜欢打鸟玩了 年轻人 你可不能再这样做了 要知道杀生是极大的罪业呀 大叔 你怎么也这样说 我是不相信什么报应的 年轻人 你可不能不信呢 我年轻的时候 是一位猎人 也不相信报应这种事 所以整天都在山上打猎 原来你曾经是猎人哪 猎人猎杀的动物 可比我多了 可是你看 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哪里有什么报应呢 当然有 我当猎人的那段时间 经常生病 刚开始我以为不过是感冒而已 后来多亏了一位学佛的大哥 点醒了我 那是上天给我的警示啊 大叔 你想太多了 生病 怎么能算是警示呢 当然是啊 还不止这些呢 你看那些年纪轻轻 却早早丧命的人 他们之所以早逝 那是因为作恶而遭到了果报 这也是上天给的警示啊 人的一生 一定要为善去恶 上天是会根据你作的恶 来捡你寿命的 大叔 你越说越离谱了 我才不信呢 真好吃 虽然很多人都劝阿翔 不要再肆意杀害小鸟了 可是阿翔根本听不进去 依旧经常上山 猎鸟取乐 阿翔 这么早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山上打鸟玩啊 打鸟 你怎么还敢打鸟啊 有什么好不敢的 难道你没听说吗 前几天 隔壁村有个年轻人 因为打鸟太多 而遭到火爆 结果摔下山谷死掉了 哈哈哈哈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 从山上掉下来摔死的 跟打鸟 有什么关系 跟果爆 那就更没关系了 阿翔 我劝你 还是就此收手吧 别再打鸟了 那怎么行 我一天不打鸟 就浑身难受 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唉 劝他都不听 早晚会出事的 阿翔如此肆意杀生 果爆终于降临了 这一天 阿翔和往常一样 骑着机车 在山路边寻找猎物 突然 阿翔发现了一只 漂亮的小鸟 停在路边的树上 于是便急忙停下汽车 拿出弹弓 小心翼翼地 朝那只小鸟靠近 哎呀 这只小鸟好漂亮啊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种鸟 我想 味道一定也不错 然而 那只小鸟 却突然飞了起来 朝着山上飞去 阿翔心有不甘 于是 也跟着跑到了山上 我今天 非把你打下来不可 小鸟飞飞停停 阿翔也一直跟着那只小鸟 跑到了山顶 该死的小鸟 你跑不了的 阿翔只顾着 看着那只小鸟 没留意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山崖边 结果脚下踩了个鸟 整个人掉进了山谷中 山谷中正好有一棵 拦腰折断的树 经过风吹日晒 树干断裂处变得尖尖硬硬的 好像叉子一样 阿翔的身体正好不偏不倚地插在树干上 像极了烤翔鸟的模样 阿翔失踪后 他家里的人非常着急 于是遍境村里的人一起帮忙上山寻找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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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阿翔 你在哪里 一位村民发现了阿翔停在路边的机车 你们看 这不是阿翔的机车吗 对啊 这是阿翔的机车 那他一定在这附近 我们再仔细找找看 终于 大家在距离机车不远的山谷中 发现了阿翔的尸体 阿翔 阿翔他在这里 天哪 怎么会这样 阿翔的尸体被鸟群啄得全身是洞 血迹斑斑的 而他的眼球也被鸟给啄走了 尸体经过日晒后 发出了阵阵的恶臭味 听来一大堆苍蝇真香吃食 这是活生生 血淋淋 杀生的果报啊 天哪 这真是太惨了 阿翔常说 只有人吃鸟 鸟不能吃人 没想到 他最后竟然让鸟给啄食了 报应啊 这真是报应啊 阿翔看到鸟被打中 而感到兴奋的时候 应该也没有想到 他自己会那么早死 更想不到 他竟然会 吐虚荒野 成了孤魂野鬼 而无法 寿终正寝啊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福建人 广东人 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 初二十六 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 点在上面呢 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 哦 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 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 至少点一支香 放在树像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严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应供 慈悲施死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善法 愿我生生世世 光行离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清修清沥浩的额鸣 请清静的落鸣 恨不往事 菩提醒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修学佛法最高的目标 就是在请再念下去 第四句话 三界所现观世音 一切身现咒语音 就是说你眼睛所看到的 都变成观音菩萨 这个地方变成极乐世界 像各位你看 我九华山报恩寺 把这个大雄宝箭盖得像不像 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 我们就在莲花里面包起来了 世界变成清净的 然后呢 所有的声音都变成 Om mani be me ho 所有的妄念 都变成光明 都变成一个空性智慧 这个就是修行 这个很重要 我先讲一个真实故事 韩国的故事 有一个女人家出生以后 然后算命师就跟她爸妈说 这个女孩子活不了三十岁 一定会死 然后她爸妈看她那个脸 也是短命像 哎呀就很烦恼 活不了三十岁 她是二十岁了 二十几岁 总要谈恋爱结婚 以前都是相亲的 没有谈恋爱的 在韩国 结果爸爸妈妈 就来跟她相亲的人 她也跟对方讲清楚 我这个女儿可能活不了三十岁 如果你一定要娶她 我们必须跟你讲 结果有一户人家居然接送 就把这个女生带回去 但是带回去以后 这个婆婆 就是她做婆婆了 她有一个出家的朋友 她就去跟这个出家朋友说 我儿子起了一个徐父 没人要了 因为她也娶不到 所以对方呢 就让那个女孩 嫁给我儿子 但是听说这个小女生 活不了三十岁啊 哎呀师父啊怎么办 那个师父说 好 如果你要答应我条件 先把你这个媳妇 还没有嫁过门的 先送到我寺庙来 这一段时间 任何人都不要来看她 如果你要严己 你的命都可以 只要你们不要来看她 我来带她 然后韩国人的特性 就是很听话 各位呢 最好做女生到韩国住住看 被老公打还会笑 然后都是用鞋子打 然后还会这样 以前我们做坏蛋的时候 去韩国去赌博 然后就会去找找女人 韩国女人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她跑到你房间干嘛 先帮你洗袜子 先帮你扫地 你会觉得说干嘛 找个女佣来啊 这是韩国人的习惯 她就是要这样弄完以后 然后把你当做皇帝以后呢 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说 哎呀要来陪你啊 然后走的时候还会哭 还不是假哭呢 还到机场给你 再见 奇怪韩国女人怎么这个样 这是他们的特性 所以现在东方人最好的歌叫韩国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重感情 很重道义的一个名乳 所以韩国女人 他们就是一 就算她以前是个妓女 然后她最后结婚了 她打死也不会犯协议 因为她会真实的百分之一百重量 但是因为穷嘛 以前韩国很穷 他们都要去卖 很多韩国女人都卖 卖个美军啊日本人啊 然后呢有了钱啊 帮助国家经济建设 这是个国家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这位媳妇 然后跟了她婆婆住在寺庙 她很乖 叫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所以比较好修行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那个老师傅就叫 开始进去的时候 每天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什么都不准想 你穿衣服上厕所 都要念观音菩萨 念了七天 好像比较安定了 然后老师傅就开始 叫她开始煮饭啊 擦大殿啊 然后做什么工事 一定要一直念观音菩萨 然后念到这位女孩子 连睡觉的时候 都有一点在念观音菩萨 老师傅说 嗯快成功了 这样一住住了三年 三年呢 三年以后连睡觉睡醒 都在观音菩萨 那个时候才请她婆婆来 可以带回去了 可以带回家了 带回家以后 他一样老师傅说 以后你看到你公公婆婆 你先生 你还是要当作 他们是观音菩萨 他们叫你说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样啊 你就不会短命 不会让你的爸爸妈妈 伤心 因为如果你比你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早死 不孝 这样 后来 他活到几岁你知道吗 他活到八十几岁 他的特色是什么 任何人跟他讲话 他都是脸带微笑 内心念的观音菩萨 后来一定是往生净土 所以各位 这个叫修行 你对我不好 你骂我 我还是看你像观音菩萨 就这样就好了 在佛教里面叫清净观 很重要啊 各位这一点 如果你没有把握到修行的基本 有些人就天生喜欢去找别人的缺点 天生的 他走到那个寺庙 怎么都没出家人 这家有问题啊 他就开始来了 我哪里去那大街 都会浪费钱啊 他就会讲这些都是讲负面的 他嘴巴吐不出好东西的 这个叫黑暗心 内心里面没有欧漫里面没有 说明快乐 那边拿来 说明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